外围市场大跌,我们A股也失手了2800点 一度有超过4000只股要在下跌 昨天还有那么多涨的 那么这种跌跌不休的走势何时是个尽头 什么时候能止跌 我们来判断一下 实际实话说,今天我们的指数走的并不弱 为什么?外盘跌的太多了 日本、日经还有韩国都基本是收出了一个光脚大阴线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上涨指数只跌了这么一点点 创完指数还一度都是红的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说我们今天是相对抗跌的 这个必须要清楚的意识到 另外我们今天大跌的股票不多 虽然是也有接近3800、900只股票在下跌 但是大跌的股票呢,连100只都不到 相反呢,虽然大涨的股票也很少 但是这个指数还能维持在一个相对的跌幅比较窄的程度 所以说我们今天应该是有看到了另外一个现象 可能是在这个摩底呢,不一定出现大的下跌了 我今天呢,从几个指数的走势上看呢 来说一说后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看看几个主要的指数 所有的指数呢,都是阴线的啊 只不过呢,盘中确实也有红的 但超过1%的都基本就没有 就有一个是微盘股 所以说在这种外盘大跌的情况下 我们出现这样的走势应该还是可以的 我们大家看几个具体的走势啊 大家看 上证指数呢,是没啥说的 是新低不断啊,新低不断 但是你看呢,深层指根本就没创出新低啊 你说这地方可能都会筑底成功 还有创业完,都有希望 那在这地方直接明天一颗线起来 没有可能吗?有可能的,对吧 我们再看这个中正益前 中正盘中的时候还涨的不错呢 是不是啊?说明有缘开始关照了 我们看平均股价,平均股价也没有计算低点 所以说实际是多数的品种是没有创出新低的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这个位置这个性质是什么 我们把它缩小 这个位置,大家看一看 这个位置就是2845点 现在呢,我们是收到2784点 这个黄线的下方,大家仔细看啊 如果扣除经济的上涨的这种因素 这个位置基本是在这个位置呢 那是这个位置是绝对的低位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大家这个事实要看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的经济在高速的增长 但是股市呢出现这样的走势 这绝对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你看目测就是这几年从2015年到现在的走势上来看啊 这个位置是一个绝对的低位 也就是啊,这个地方的机会远远大于风险 这个地方我们而不是说悲观 要随时准备好上车的信号 当下呢,大家要注意啊 是第四次的日线的顿化 只要出现一颗有力度的阳线 那么情况马上就会好转 关键是谁来点这个火啊 其他的几个指数呢 主要的指数也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说呢,最近我们要离市场近一点 紧盯市场可能随时出现的变化 每天都要来到直播间 我们一起来看盘 明天10点20直播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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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